环球网军事3月8日报道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3月7日报道,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,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,北约无意在欧洲部署新的陆基和导弹,他说,我方没有在欧洲部署新的陆基和导弹的意图。 斯托尔滕贝格同时称,俄罗斯在北约国家附近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机动型导弹,并指责俄方违反中导条约,俄罗斯总统普京,3月4日签署命令,俄方正式暂停旅行中导条约,直到美国停止违反条约或者条约失效。 美国2月2日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业务,启动退约程序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,如果俄罗斯不恢复全面旅行该条约,条约将在6个月后终止。 叙利亚北部重镇曼比纪16日发生爆炸,美军士兵或许在伤亡之列。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发动这次袭击。 路透社以一名目击者为消息员报道,爆炸发生在一处菜市场附近。 报道无法证实,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说法。 其爆炸发生时,一支美军巡逻队路过那里,一名武装人员引爆炸弹被刑。 这一设在英国伦敦的机构说,14名死者,包括两名美军士兵。 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,美军士兵受伤。 伤员由直升机接走。 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说,已经注意到助续美军士兵伤亡的报道。 我们正在搜集信息。 中央司令部将在适当时候发布,伊斯兰国16日,经由旗下宣传机构阿玛克通讯社宣布, 一名成员发动了针对外国巡逻队的自杀式袭击。 慢笔记位于右发拉底河以西。 美军在那里有一处基地。 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,去年12月19日声称完成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。 继而宣布准备撤回所有助续美军部队。 土耳其随后威胁再度向叙利亚派兵。 打击续库尔德武装。 受上述因素影响。 去东北部地区局势趋于紧张。 杜娟,新华税微特稿,环球时报驻朝鲜,美国,加拿大特派特约记者, 芒九成,李永桃短房陈一,美朝第二次首脑会晤前的谈判,正进入最紧张的时刻。 新一轮干扰21日不期而至,华盛顿智库战略, 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最新报告称, 他们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。 该基地可以提供合伙常规打击能力, 而且这只是朝鲜约20个未申报的秘密弹道导弹基地之一。 美国媒体随即大肆炒作。 美国之音担忧,这一发现会干扰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。 实际上,每当美朝谈判进入关键时期,这类意外都会出现。 CSIS去年也曾发布过类似报告,但立即被特朗普视为假新闻,尽管目前白宫还未表态。 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,引述一名熟悉美朝谈判进程的前高级官员的话称。 一些人为特朗普在即将举行的特金会中,可能让步大而所得少感到紧张。 他们的担心自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进一步加剧了。 美智库发现潮导弹部队总部。 意外,在金特会前夕,研究人员发现,朝鲜有20多个未披露的导弹基地。 美国新闻网站每日电报,21日称。 特朗普上周五刚宣布,将于2月底前,与金正恩举行第二次会晤。 美朝正在为此次会晤,而紧锣密鼓地进行谈判。 然而周一情况突然恶化了。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,CFIS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。 声称通过卫星,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。 属于该国约20个未申报的弹道导弹作战基地之一。 报告称,该导弹基地和部署在该基地的导弹,符合朝鲜的核军事战略构想。 提供了可操作的核或常规打击能力。 华盛顿邮报称,根据CSIS的报告。 被发现的朝鲜秘密导弹基地距离韩国首都首尔,大约160英里和257公里。 该基地被认为可能是朝鲜战略导弹部队的总部。 基地附近还有一所导弹研究所和一处导弹发射训练场。 朝鲜导弹从这里发射,可以打到韩国、日本,甚至关倒。 美国之音称,这一发现,可能会扰乱第二次美朝峰会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,上周五刚宣布,他期待在二月底的峰会上,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,讨论无核化问题。 英国独立报称,美国智库新披露的朝鲜这一秘密导弹基地, 可能会扭曲即将到来的美朝领导人会晤。 美国内担忧特朗普让步大,到目前为止, 美国白宫和国务院,都还没有就这一新的导弹基地, 以及是否会对即将到来的谈判产生影响发表评论。 不过,就在CFIS报告公布的前一天, 特朗普发推文,表达了对媒体有关美朝谈判报道的不满。 他发推文称, 媒体并没有因为我们与朝鲜谈判取得的巨大进展而给予赞扬。 想想与现在相比。 在奥巴马政府结束时半岛的危机情况, 我与朝方高级代表的会面非常愉快。 期待着二月底与京委员长的会面。 实际上, CFIS这样的报告并不是第一次。 去年11月, CFIS就曾发布报告称, 他们发现朝鲜至少13处秘密导弹基地, 并引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质疑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价值。 当时, 特朗普立即在推特上反驳称, 这是假新闻, 报道提及的基地, 我们都知道, 这并非新鲜事, 也未偏离正常范畴。 对于CFIS称, 朝鲜有秘密导弹基地,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22日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表示, 所谓秘密基地的朝鲜新武里基地, 是韩美一直密切关注的设施。 报道称, 新武里导弹基地部署有中程弹道导弹, 但并没有中远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。 实际上, 韩国媒体曾多次提到该基地。 美国选国广播公司称, CSIS的报告作者之一, 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车维德。 特朗普政府曾将车维德作为美国驻韩国大使的候选人, 但2018年初, 撤销了对他的提名。 原因是一直主张对朝强硬的车维德, 与期望在朝鲜问题上取得外交成就的特朗普, 存在政策分歧。 报道引述一名熟悉美朝谈判的前官员的话称, 不少政界人士和美国的盟友, 为特朗普在即将举行的特军会中, 可能让不大而所得少感到紧张。 他们的担心自从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进一步加剧了。 从最近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迹象来看, 他们预计特朗普可能会在第二次特军会上同意削弱, 甚至解除对朝鲜的国际制裁。 在平壤设立联络处和发布结束朝鲜战争的宣言, 与美国国内对美朝谈判的担忧相比, 朝鲜国内显得更加自信。 连日来,朝鲜媒体并没有关于第二次金特会的报道。 朝鲜媒体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建设。 劳动新闻,日前发表长篇社论称, 加紧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目标, 将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地走上上升轨道, 并将豪迈地向全世界显示, 祖国不怕任何挑战的无比强大的自强力和发展潜力。 进入2019年, 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在平壤, 能切身感受到朝鲜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。 在平壤街头, 能看到各处忙碌施工的景象。 不时有新商店开张, 新商品陆续上架, 分不走能否解决美朝分歧。 一直以来, 美朝在谈判中最大的分歧是, 美国坚持在朝鲜实现完全, 可验证, 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之前, 保持对朝制裁。 朝鲜则拒绝先弃核, 而要求美国先解除严厉经济制裁, 即美国希望继合一步到位, 而朝鲜希望分不走。 韩民族新闻22日称,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, 无核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